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会害大家去囤一堆水 可是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 一定会想要先查清这样的讯息来源是否属实 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水情紧绷需节约用水 网络疯传的图片可能造成民众过度恐慌 而讯息来临前增稳水库清淤工作持续进行 多了一群生力军 军用卡车和怪手等重机具进驻 还搭了个帐篷充当指挥所 派出140名工兵八台挖土机 请卸车19台正式加入水库的清淤行列 工程时间大概也是在我们3月底到我们6月底 最晚也是到6月底 讯息来之前就要完成这些动作 顺其来临前增稳水库清淤工作不中断 全年清淤的目标定在525万立方公尺 只等天降干零 让水库有更多蓄水空间 三天新闻南部综合报道